Jump Credit 呈軒 智庫通股市自由針 是由Jump Credit 中國借錢緊的環米悲錢中介 贊助播出 Hello 大家好 來到智庫通股市自由針 踏入下半年環球的金融市場 有甚麼投資機遇呢 當然大家比較熟悉些的港股 下半年會否有機會走得更好呢 都要問一下郭Sir的意見 郭Sir 我上半年 其實仍然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困擾著港股 例如上年提到一些科網監管 其實延續到今年年頭 仍然有個憂慮 內房企業的債務問題 亦都成為一個很大的困擾 之後就到美國了 一些增長型的股份被拋售 令到港股這邊其實都有一個壓力 然後第二季 看到內地的封城 其實對港股也有一定的衝擊 很多利淡的因素都出現了 下半年有沒有機會有個轉機 你剛才說完我想到一件事 人升我不升人跌我跌線 為何不是這樣呢 大家看看 杜敬斯指數在今年1月5日 創了歷史高位36,952點 但在1月6日第二日 恆生指數低見22,709點 即是說他創歷史新高跟我沒有關係 技術上來說 市今年都是有少少令人失望 因為恆生指數是由2月10日的高位25,050 跌到暫時最低是3月15日的低位18,235點 五個星期一共是跌了6,815點 大家要謹記 一年的高低位是絕對絕對不會同時出現在五個星期之內 你看回過去歷史 一定不會 你起碼都壓開整個季 不會五個星期出現一年的高低位 還有今年的波幅只有6,815點 即是說如果全年的波幅 約8,000到8,500點的話 一定有更高或者更低的指數 因為這個是定律來的 你不能改變的 不過當年之 由2月10日高位開始轉轉回復 差不多維持了跌浪到五月底 即是15個星期 經過15個星期的反復試底之後 雖然指數沒有再創新低 但是市場的氣氛是很緊的 其後 內地有些刺激經濟的政策出來 適逢美股也開始反彈 由30635點回升到33,000多 港股便趁機作一個反彈 到底可以反彈多久呢 短期來說 經過15個星期的下跌 市場我自己估計 3至4或4至6個星期的反彈 周期會有 即是說 去到整個6月份 都可以維持到一個上升的勢頭 這是一個反彈 但問題是反彈到7月多 所以往後去到年底會發生什麼事 就很難估計了 所以大家在投資方面 今年我自己覺得都是略大保守 坦白說 近期是有少少足底回升的感覺 對一些投機者來說 這是一個賺錢的機會 但坦白說 對一些真是中線少少投資來說 我始終就認為 我們不要太過介意短期的走勢 升了我們就積極點了 一跌我們就縮收 我們不要用這個心態 我們反而要留意就是 我們買那隻股份 它的收益 它的派息是否穩定 例如剛才提到的中餘洞 它每年的現金流1,100億 是很穩定的 俄污局勢 韜東漲 跟它沒有關係 它一年的派息比率 現在的派息是60% 未來這三年會提升到70% 以現價來說 接近有700厘的股息 中餘洞是一間很穩健的 現金流很強的電訊公司 你不需要懷疑它的財政 各方面有問題 623亦如是 6號的電能也是 甚至2號的九燈也是 即是中電 這些我覺得 對一個投資方面 比較保守來說 都是首選 包括8號仔 其實息率很高 這個價錢沒有太多的風險 即是我們覺得 在投資方面 我們著眼怎樣 要收益比較穩定的公司 市場上還有選擇 包括內銀也是如是 但如果你說投機方面 大部分人都著眼於一些新經濟股 離不開美團 阿里巴巴 騰訊 其實我也承認 你買一些傳統的股份 你要去投資方面 有個理想的回報 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你說 參與一些投機性的 巴巴百多元買 一動一下就上回一百元 這樣你有二十幾個百分比 回報 那二十幾個百分比 可能幾個星期 但你買一隻股份 拿一年才得到幾厘 那你就要衡量自己的資金流 我們也說過 一個退休人士 你不要著眼一點 這些短期的收益 你是著眼一點 你的投資是不是穩穩陣陣 因為資金得一處 你不輸得的 你一定要穩陣 年青那些 大把機會賺錢的 就進取少少少不要緊 那剩下來呢 今年的大市 到底有沒有機會再做好少少呢 我自己這樣看法 全年的低位 暫時是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五點 我不敢很肯定和大家說 這個是低位 但即使指數有再低的話 我覺得我都不需要太過擔心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整個市 如果看過去幾年 三萬三千四百八十四 是一百年一月二十九的高位 第一個低位 就是冠狀直徵出來 記得嗎 去年去到 我們講的疫情底 沒錯 二萬一千一百三十九 2020年 接著反彈到去年的高位 三萬一千一百十三 第一個浪下來 我當你紅市的一期 今天由二萬一千一百三十九 反彈到三萬一千一百八十三 我就當你紅市的二期 三萬一千一百八十三 下來我不管底在哪裏 這個一定是紅三的 問題就是 如果用這個定律來講 紅三之後便是牛一 所以就算我市真的再試下去 其實我也不是太過擔心 因為你的指數的運行周期 是定了在這裏 說真的 我經常跟別人講一個道理 你二百幾元買阿里巴巴 你不怕輸 一百八十元買你不怕輸 八二元買你也不怕 為什麼八十元買你要怕輸 講不過去的 高價我不怕 低價我買我來怕 其實就是輸了心理 因為磅了手火 即是不想再輸 不想再輸之下你就會怕輸 你怕輸你就不敢參與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下半年到 什麼俄污局勢 或者是通脹 甚至乎運費高企 已經定了局 已經定了 如果有些情況 是慢慢逐步有所改善的話 市場的反應 自必一定會向上 所以剛才我提到 就算指數 我不理你 在第二季第三季出現什麼情況 即使再低的話 我都不太擔心 有些人就說跌落萬二 萬一或者幾千 其實我不認同 我不認同 因為去到兩萬點以下 任何拋售都是不理性的 你問七十幾元 阿里巴巴那個 他漂著什麼心法 他怕輸 他怕越輸越深 美團扔到103元 你都繼續扔 為什麼要扔得這麼殘 怕 恐慌 恐懼 恐懼的拋售 是不理性的 但不理性 不會天天不理性 你的倉 無論有多少股份都好 你的不理性拋售 兩分鐘已經搞定了 第三分鐘 你已經沒什麼拋 沒什麼拋 所以一去到不理性的拋售 大家真的不需要太擔心 俄污局勢可能還有一段時間 但最壞的應該都是現在這樣 油價就很難說了 如果油價進一步高企 其實不單止是衝擊到通脹 有些歐洲或者是 甚至乎美國都會受雷 好像今年冬季的話 你天氣價格可能還會繼續升 你取暖用的成本這麼貴的話 一般家庭你怎樣捱過冬天呢 其實很多問題 去到最後是會解決的 只不過是現在這一分鐘不清晰 所以我覺得投資方面 大家不需要太過擔心 我建議現在這一分鐘 先行買一些很穩陣的股份 即是他們不會跌得多 但不會升得太多 至於其他新經濟股 要盡量去買一些也沒有什麼相關 有些人會問 這頭買的那頭跌怎樣 我問問大家 400多元的美團跌到103元 現在上去108、109、200 你還是他們的高位很遠 我沒有叫你全部買完 買100元 買100股阿爸爸 買100股騰訊 100股是量自己能力去做 看看對還是不對 就算錯了 如果你說真的怕輸 10元、15元你自己離場 那就是最多1000到1500元 你的風險就是這麼多 你先鎖死了風險 對的再加住 不對的那1500元算數 喝餐茶而已 有時候投資上來 就是要保守 是要小心 但顧慮泰國拖 會令到自己參與的時間 就綁手綁腳 我們最重要就是 將風險降到最低 然後輕著去試一試 對的我們才慢慢加 那就最好 那即是聽郭Sir所說 現在最重要就是 我們要真的 不是鎖定利潤 鎖了風險先 控制了風險 然後再想自己去注碼 不過郭Sir 我剛才說到 港股的形勢不像是太差 但如果外圍有什麼風吹草動 又怎樣計算呢 即是一旦 美股就說 可能真的走完牛市 如果那邊出現股災 又會不會都燒到港股呢 稍後回來說說風險因素 繼續回到來自負通的股市自由針 郭Sir 剛才你也說了一句 就是港股的問題 其中一個就是 人家升我們不升 但是人家跌 我們的跌幅就分分鐘更加大 下半年其中一個 投資者的擔憂 我想就是來自於外圍 就是美股會不會 即是說牛市走了這麼久 真的走完了 甚至乎你看到那些大行 那些投行的報告 其實是寫得看美股是看得挺淡的 你看到那些企業營利開始 好像真的站不住腳 很多都是令市場失望 甚至乎會認為季度業績下一季 其實都不會有一個很明顯的改善 挺有壓力的 但是如果真的 美股出現一個比較大的跌幅 甚至乎就是說 是股災由牛市去到熊市了 港股無論自己本身走得多好 是不是都沒有用呢 那說真的 美股創歷史新高 港股仍然都是沒有受惠 就是簡單說 美股升我們受不了 反過來 美股跌我們一定受慮的 這個大家一定要認清楚 杜瓊斯指數由疫情出現之後 在2020年3月23日 導致一度低減18,213 由這一刻開始的上升到 2022年今年1月5日的高位 36,952點 杜瓊斯指數升了多少 18,739點 一倍 升足一倍又多 就算你由今年的高位 36,952點 跌到近期 5月份的低位 30,635點 都是不顧跌回6,000多點 即跌了30% 升幅了30% 嚴格來說 美股就算真的30,000點 站不住腳再向下走 你升了18,739點 你不是跌多少 但問題是 如果美股真的一旦出現這種情況 對港股是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大家想想 好像早前的杜瓊斯指數 34,333,32,31都跌穿的時間 港股就一直捱打 好像5月份 港股明明可以做好一點 唯獨是美股就急跌 結果恆生指數在5月份 就由21,291點 跌到19,178點才止步 後期美股反彈 我們就跟著後抽 所以美股如果真的出現一個 大家所說的大跌 甚至乎是股災 港股很難獨善其身 所以這個也都是 我對下半年的看法 傾向於比較保守的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不是因為內地的因素 也不是因為企業的盈利因素 而是說如果美股真的 在季度經濟開始放慢 之中高通脹 消費就開始受阻 去到第三季企業營 開始放慢 股市自邊一定是受壓 這麼高估值 對港股來說 其實會造成挺深遠的影響 郭Sir剛才你也提到 就是內地方面 會不會比較上可以看得好些 例如之前出了很多刺激消費措施 一些扶持不同產業措施 十萬人的大會 我們看到經濟方面 都是以穩為主 以及經歷了第二季 他們就有一些封城 令到經濟增長出現了問題 到第三第四季 是否真的會急起直追 追回第二季的損失 這一方面會否大動港股 其實兩個經濟體是不同的 中國經濟是出口內需固定投資 三個貨車頭的 大家應該看得到一點 美股創歷史新高 A股上證指數仍然是3000點 嚴格來說 內地的股市沒有怎麼升 所以就算外圍點跌 其實對它衝擊不是那麼大 沒有什麼影響 這是真的 今年就因為在第二季出現過疫情 所以就好像上海都停擺了 一個多兩個月 經濟是受創的 為了要維持5.5%的經濟增長 政府就開始大力地放出政策 包括汽車下鄉或者其他消費 一直推動 先行推動內需 由消費去推動經濟 繼而房產業方面 可能也有些政策配合一下 令到置業者開始富裕置業的信心 你能買房子的 發展商能買房子 能買房子給你的肚子 可以慢慢把債務情況 盡量盡量改善 至於其他的固定投資 一些大的基建 什麼時候才做呢 就要看政府怎麼看法 有需要才做 你不要搞大白象工程 為了經濟增長 而搞一些對經濟沒有幫助的工程做 做什麼 這個政府都會去處理的了 即是說呢 下半年呢 就算外圍的市況有些什麼不明都好 其實對內地的影響呢 我覺得是很輕微 是很輕微 第一就是國民的儲蓄率比較高 消費比較強 第二就是說呢 股市一直都沒有什麼升 就算外圍有些什麼動盪都好呢 對它的衝擊不是大得那麼緊要 況且呢 美國的經濟呢 70%來自內部消費 經濟一受了 高通脹一沒有消費呢 經濟就受影響了 但內地是出口嘛 內需嘛 固定投資嘛 有三個板塊嘛 所以如果處理得好呢 就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我都頗有信心 但現在講到消費系列的話 已經升了上來的了 其實見到五六月份 當市仍是有些不明朗 好像不是很穩陣的時候 但有些板塊是真的逆市走強的 例如剛才郭Sir說的汽車股 但是除了一些近期出台的措施之外 下半年究竟汽車板塊 例如電池這些 還是否可以延續得到它們的強勢呢 汽車業我覺得還是可以看好的 首先來說 大家要清楚 例如好像生靈月汽車 國家有政策 希望2025年 生靈月汽車佔比大概是20% 以現在一年落地的汽車 2500萬台計算 相當於500萬台 但國家現在計算到一條數 包括生靈月汽車 其實還是遠遠未達標的 政策未來還要高度大力去扶持 你引伸下去 一些環保電池的需求 一樣是很大的 所以變成整個生靈元汽車的板塊 沒有可能太淡了 比壓迪升了很多 但問題是 如果未來這幾年還要高速發展 未來的空間還是很大 我記得當時騰訊升到200-300元 已經說騰訊很貴很貴 尚不知後期一開五再升到700多元 當然我不是說比壓迪會這樣升 我只是作為一個比喻 一個行業有政策扶持 而且行業內是守執牛耳 而未來的發展動力只會越來越強 問題是政策是否配合 政策是否扶持 既然政策是扶持的話 跟股價高低是沒有太大關係 只不過市場資金不會追理想 不會追小鵬、不會追未來 你一窩蜂追完 比壓迪而已 比壓迪只是單月的年產量 也十幾萬部 跟其他車廠跟上拋離得很遠很遠 況且汽車業行得好 可以拉動下游四十幾個行業 製造大量就業機會 國家最重要是補就業 然後才維穩經濟 其他消費率股份近期都升不少 例如我們說的體育用品股 美齡、李齡、安達都升了很多 海底佬都升了不少 狗毛狗都升了很多 還有其他所有消費率股份 還有啤酒更加不用說 都升了很多 這些全部就是因為早前疫情之下 市場的資金是過度的保守 過度的投資 當時也沒有什麼焦點 也沒有政策出來 後期政策開始出來了 推動了來稅 來稅當然有報復式的餐飲 報復式的消費 所以一些體用品股 一些餐飲股、啤酒股 都開始出現了一個明顯的上升 中間是夾走了少少投機 但這個是沒有法子避免的 至於其他的板塊 我想都會隨著政策的配合 足部起 至於你說基建或者大型基建 什麼時候啟動 我都不知道 但以現在的水泥股來說是便宜的 有沒有價格戰呢 可能會有 輕輕降價都不定 但這個不會永遠的 還有中國這麼大 你所有的房建 所有的基建 都要水泥和鋼材 不會永遠不做的 所以從中線角度來說 就不應該看淡 不過暫時的勢頭 就不在他們那裡 暫時勢頭 仍然在汽車業為主的這個板塊 汽車業有機會可以延續得到 但有沒有好像去年那樣 很明顯 因為一些政策風險 我們會選擇避開 受政策監管的 例如科網 或者教育 一些澳門娛樂事業等等 下半年還有沒有這些政策風險存在 那教育股 我想暫時來說大家會保守一點點 至於澳門博彩股 其實股價已經跌了很多 但不服當年用 就算開放旅遊也好 你的賭收都不會好像以前那樣亮麗 所以大家的看法都要略帶保守 比較好一點點 其他那些板塊 我自己覺得隨勢而行就可以了 最差的時間可能都已經過了 但不是等同未來的復甦會很明顯 我們始終都是跟回內需的板塊比較好一點 沒有惡法逐步改善 但不等於前途光明 這個很重要 是不同的階段 謝謝郭Sir的分析 剛才也說了部分的股份 有沒有拿著哪些 應該沒有 謝謝 下個季度的表現會是怎樣 就像郭Sir這樣說 繼續順勢而行 我們到時再跟郭Sir聊天